肥城桃木工艺 肥城市拥有十万亩桃源 除了佛陶文明权中国 桃木工艺在肥城已达到年产值八千万元 是山东具代表性的产业 更在2007年设立了中国肥城桃木旅游商品城 聚集了四十多家生产销售桃木工艺品的公司 将商品与餐饮娱乐结合成多功能的购物商圈 桃木自古就有驱鬼避邪之说 一般的桃木工艺品 从木工成型、手工雕花、精致打磨 均匀上漆与喷漆 大约一人一天便可完成一把桃木剑 而肥城的桃木资源丰富 除了常见的桃木宝剑、桃木如意、桃木吊饰之外 至今已开发了200多种桃木产品 发扬中国吉祥如意的传统文化 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不仅销售到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城市 还外销至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香港、澳门等地 供不应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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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